作為女士,當然要照顧自己多點 愛惜自己多點 要知道女性有很多常見的苦科病 所以我們就要定期做苦科檢查 了解自己多點 我們就請苦產科名譽顧問醫生 黃偉銘醫生 跟大家詳細講解各種苦科檢查 看片之前記得要Like、Share、Subscribe我們 再按鈴鐺,一有新檢就不會錯過了 定期的苦科檢查 就是希望在女性還未有病症之前 我們就可以儘早察覺苦科的問題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子宮頸癌 我們希望在未有病症之前 可以儘早找到這個病 然後跟著儘早治療 希望可以及早預防它變成癌症 以及可以根治到這個病 除了一般的子宮頸抹片的檢查之外 我們當然會包括一個超聲波檢查 超聲波檢查 主要就是看看子宮 卵巢和副件有沒有正常的問題 當然一般的女性會包括乳房檢查 就當是一個苦科檢查的其中一部分 其實我們建議就是任何的女性 她有性行為的話 我就建議她應該做檢查 因為子宮頸癌是因為性行為的接觸 當她有性行為之後 她就已經有機會感染到這個 子宮頸HPV 那子宮頸癌是怎樣形成的呢 子宮頸癌的形成是因為性接觸 而得到HPV這個病毒 什麼來的HPV 我們英文叫做Human Papilloma Virus 它是一種病毒來的 它是潛在身體裡面 然後跟著經過很長時間 它就會令到子宮頸有不同的損傷 好像這幅圖 我們見到當一個HPV 在子宮頸那裡不停地來 以月、年來計算 它會令到子宮頸的細胞 這些細胞就會有些變化 當它是一個輕微變化的時候 你看到是有小部分 當它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變成CIN二級、三級 當它是離開了它原本的位置 去擴散了 我們就叫做癌症 所以HPV是可以在子宮頸潛覆幾年 甚至十幾年之後才可以致癌 我們就希望任何女性 在未有這個癌症之前 我們就已經發現到 這位女性的子宮頸有沒有一些不正常變化 當然最好是沒有變化 但是或者是在癌之前 這幾期可以預測到 或者是我們可以檢查到的話 我們都可以根治到這個問題 通常我們一般就是女性 虎科檢查包括三大類 第一就是子宮頸活片 第二就是超聲波 觀察一下虎女的盆腔裡面的組織 包括子宮、卵巢 以及一般的乳房檢查 我都覺得應該要定期做 那要多久做一次呢 一般來說一年做一次 其實都已經夠了 但是有些問題 比如說剛才說 它是有些CIN 或者它是高危的HPV的話 那這一類的女性 我們建議它應該看得密些了 有多密呢 要看一下它的嚴重性了 子宮頸活片 除了看子宮頸的細胞有沒有變癌 以及CIN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有沒有感染過HPV 它會令到子宮頸 是不停地受損發炎 然後慢慢慢慢就會致癌 那除此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到 女性的陰道裡面 有沒有細菌 有沒有滴蟲 有沒有廉珠菌 這些我們都會看到的 那我們說回HPV HPV有多少種呢 HPV有百多種的 高危的話 它會引致子宮頸癌的機會是會高的 有一類的低危 引致子宮頸癌的機會是很低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十分製呢 它的手有些油呢 這些全部都是HPV低危的病毒引起的 所以這些是會自己好 大部分的HPV 我們發現到是會自己好 但是有一部分 有一小部分 它會留在子宮頸那裡 經過不同的歲月 它就會令到子宮頸變化 子宮頸檢查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 那個結構是怎樣 每個女性都會有個子宮的 有個陰道 有兩個水潤管 大部分都是在身體裡面的 它只在下面呢 只在這裡呢 去到子宮頸呢 就是在外面可以看到 這些卵巢 水潤管 子宮呢 就是在盤空裡面的 我們看不到 做這個滅片的時候 我們就會 這個女士躺在這裡 要青蛙腳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青蛙腳 然後我們就會 用一個鉗 以前呢 我們用鐵鉗的 很多女士很害怕 因為鐵鉗 凍冰冰 很不舒服 現在我們可以用呢 就是塑膠鉗 塑膠鉗 就不會凍冰冰 還有呢 塑膠鉗 用完一次就可以掉了 那些女士又很擔心 會不會是有些感染啊 會不會傳了別人的病毒給我 放心的 因為每一次我們用完之後 都會消毒的了 把鉗 經過陰道 然後跟著我們打開來 打開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看到子宮頸 子宮頸就是子宮最底部分 就是在陰道頂那裡 那我們就打開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一個特別的掃 這個掃 就是在子宮頸的四邊 圓圈打圈 然後跟著我們拿了足夠的細胞 然後跟著呢 我們就會放進去一個容器裡面 我們把細胞 轉了到液體裡面 拿去那個化驗室 化驗室呢 就會看那個 第一 就看一下那些細胞 有沒有問題 第二 它看一下 除了細胞之外 有沒有別的病菌 有沒有細菌 第三 就看看有沒有別的異形的東西 那這些全部都是會是看的 那大概你月一個禮拜 就會有個報告的了 另外可以做呢 就是盆康超聲波 盆康超聲波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我們用一個超聲波機 就是看一看虎裏的盆康裡面的組織 有些什麼呢 有些就是子宮 子宮的內幕 看一下兩邊的附件 還有看一下兩個輸領館 還有卵巢有沒有問題 那有些什麼可以看到呢 譬如說好像這幅圖一樣 我們 照消聲波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肌瘤 有些蟋肉 看看你的蟋肉會在哪裏 有時候內幕有些蟋肉 在頂那裏 那我們又可以看一下 那個子宮的形狀 有沒有傾形 有些人是正常好像這樣 一個子宮 有些人中間有一個膜的 有些人是兩個子宮的 另外一樣我們就看一下卵巢 卵巢好像這裏這樣 會不會是腫脹了 會不會這個卵巢有一些 不正常的組織 甚至有些雅 有些毛髮 我們都會看到的 有時候做超聲波 我們會就是看這些 當然看附件有沒有腫脹 好像這個這樣 這個可能是一個公外人的現象 或者是發炎 都會令到腫脹 這些就是我們做盆康超聲波的目的 盆康超聲波有兩個方法去做 第一是經過肚皮 肚皮有個好處就是簡單 女性躺在這裏 就可以放個儀器在肚皮上 就可以照 那個不好處就是 因為它要經過肚皮 經過脂肪 經過肌肉 又要經過裡面的腸臟 所以清晰度就是差一點的 我們看下去 或者有需要的話 甚至我們要女士忍療 因為盆康 盆康的組織 是在盆裡面的 你在前面照的話 它可能骨頭 或者是照得不清楚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它有膀胱 有膀胱的話 頂起子宮 令到子宮 離開盆康 少少 我們照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一些 這個就是我們照腹部的超聲波的好處 那不好處就是 它是沒有那麼清晰 有很多那些附件 我們未必看得那麼清楚 可以的話 我們就會做一個叫陰道超聲波 陰道超聲波 就是用一支很幼的管 經過女性的陰道 然後接著放在陰道裡面那裏 然後就看那個子宮和附件 這個好處就是 因為那個超聲波直接貼著子宮 這樣可以看得到 子宮裡面的組織就會清楚一點 附件都會比較清楚一點 但是不好處就是 沒有性經驗的女性 我們就不可以做了 還有它有時候會引起尷尬 因為放一支進去 女性會痛 不舒服 怕醜 所以陰道超聲波和腹部超聲波 都有它的好處 有它的不好處 那用兵一樣 我想就要看醫生的選擇 乳房檢查 我們以前會做一些臨床檢查 臨床檢查的意思就是說 醫生用一手來檢查你的乳房 看看有沒有腫瘤 有沒有不正常的組織在那裏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準確性不高了 所以現在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建議 女士要做一個叫做Mammogram 中文就叫做乳房攝影術 或者叫做乳房造影 那是什麼來的呢 它用一個很低劑量的X光 夾著胸 然後跟著呢 用X光來拍到胸裡面的組織 然後看看組織裡面有沒有 一些不正常的斑點 不正常的發光點 或者有什麼不正常的扭 我們看到的 準確性相比臨床高很多 那現在最新的 叫做3D Mammogram 好處就是它夾胸 不用夾得那麼辛苦 因為我們中國女性相對來說 胸不是很大 夾的時候就會痛很多 我們有3D減少夾胸的力度 但是還有好處就是另外 它可以清晰度 因為不要夾得那麼緊 它的組織體的時候 看得比較清楚 看過這一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問我們 我們會盡快找醫生解答 提提大家 記得要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